不久你們不會再看見我 再過不久你們還要看見我 於是他的門徒中有幾個彼此說 他對我們說 不久你們不會看見我 再過不久你們還要看見我 又說因為我到父那裡去 這是什麼意思呢 他們又說 他所說的不久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不曉得他在講什麼 耶穌知道他們想問他 我所說的 不久你們不會看見我 再過不久你們還要看見我 你們為了這話彼此議論嗎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你們要痛哭哀嚎 世人卻要歡喜 你們要憂愁 但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樂 夫人生產的時候會有憂愁 因為她的時候到了 但生了孩子以後 就不再記住那痛苦 因為歡喜有一個人生到世上來 現在你們也有憂愁 但我要再見你們 你們的心就會喜樂 你們的喜樂是沒有人能夠奪去的 我現在 到了那天 你們什麼也不會問我了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你們奉我的名 無論相父求什麼 他必定賜給你們 你們向來沒有奉我的名求什麼 現在你們祈求 就必定得著讓你們的喜樂滿足 我用比喻對你們說了這些事 時候要到 我不再用比喻對你們說了 而是把關於父的事 明明白白告訴你們 到了那天 你們要奉我的名祈求 我不是說我要為你們請求父 父自己愛你們 因為你們已經愛我 並且信我 是從神那裡來的 我從父那裡來 到了這時機 我又離開這時機 到父那裡去 門徒說 你看 現在你是明說 不是用比喻說了 現在我們知道 你是無所不知的 不需要人向你發問 因此我們信你是從神那裡來的 現在你們信吧 看的時候要到 而且已經到了 你們要分散 個人到自己的地方去 只留下我獨自一個人 其實我不是獨自一個人 因為有父與我同在 我把這些事情告訴你們 是要使你們在我裡面 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患難 但你們放心 我已經勝了這世界 很決定